這裡面有符合什麼樣的項目嗎 我剛才看了就想 就是內縮了一下 三酸跟牛脂 高 差不多150 對 我三酸跟牛脂很高 因為那個時候在坐月子 然後就是趕快 拚命吃 對 就是又趕快吃 然後因為你又要哺乳 所以你就什麼 都是那種很高單位的一直吃 對… 然後後來到最後 醫生就說你先停止好了 因為他說我的代謝不好 因為我之前生小孩 有傷到肝根腎 他就說我沒有辦法排毒 代謝不好 我這樣子會全部 都堆積在自己身上 然後三酸跟牛脂一高 我說會怎樣 他說會容易小中風 小中風 這個真的要留意 他說小中風現在的年紀 越來越低 越下降了 對 他說現在有 國小生 因為他每天吃那個雞排 張會當勞 對 或是吃一些那種素食的 然後他就說你不要覺得說 你現在很年輕 所以我聽到我就整個就 好恐怖喔 對 但是為什麼跟久坐會有關係 這個代謝症候群 久坐的時候 因為你身體沒有在動 對 所以整個心環就不好 好 但是照你們剛剛講的 更可怕的是你零食啊 你那些零嘴一吃 有可能喔 隨便就超過一千卡 你晚上吃就是全部都 留在你的身上 所以腰圍一定馬上增加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 因為那些零食裡面 很多 如果人家已經都處理好的 對 都是高糖 高鹽 你身體 你的三酸甘油脂高起來 脂肪甘起來 全部都起來了 然後最後 這很好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好的習慣 所以代謝症候群 你中醫來看 它也是一個連鎖的效應對不對 對 會引發很多的疾病 對 沒有錯 因為其實我們中醫來看 你剛剛說吃很多嘛 吃很多就是過食會造成 我們講的這些 肥肝後胃的食物 會造成我們脾胃的孕化失調 所以會產生我們所謂的 痰濕這種病離產物 堆積在我們的體內 然後你又沒有在動 少動的話 氣血循環不順暢 氣不能推動血液 會造成血淤 所以我們中醫講這種 痰濕 血淤 堆積在我們脈絡 就會影響到我們 全身器官的營養輸受 所以造成 所以其實不只是 剛剛講糖尿病 包括高血壓 高血脂 什麼心臟病 中風的機率 都比一般人多了兩到六倍 而且其實現在還有人說 不要以為只有這些疾病 其實會發現女性 如果一直長期做著 發現像乳癌 卵巢癌 跟多發性骨髓流 這一類的癌症 都是跟久坐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其實千萬不要輕骨髓 不過如果說 我們要來改變這種 代謝症候群 小柔 妳又曾經怎麼做嗎 為了妳的小孩 有耶 我最近這一陣子 因為我跟醫生兩個人 討論完之後 他就說 那妳要不要試試看清斷食 像我現在就是進入到玩 就天黑 基本上我就不吃任何東西 任何東西 對 水也很少很少 很少 7點才耶 好慶幸喔 如果冬天就不能清斷食 5點就可以了 對啊 餓比較久 那就是妳可以慢慢的 照著妳的身體啊 就是因為妳可以不要太激烈 妳可能開始可以先 先戒掉澱粉 妳可以吃青菜啊 或者是妳可能吃紅肉啊 然後後來 妳睡可以慢慢的少喝 然後妳可能可以到 7點或8點之後 就不要再有水量 然後妳到隔天起來 我跟你講那個腰系到 就是後面那個腰 真的嗎 我覺得那個腰內肉 那個腰內肉整個 因為我之前生完之後 我的腰是直的嘛 大概兩個月 把它做超過兩個月 現在已經瘦了快3公斤 久微了 久微的腰 然後那天我再歡迎 我老公剛好經過 他就說 老婆妳的 妳真的很有毅力 妳的腰回來了 再生一個吧 我整個心情超棒的 再生一個又回去了 可以啦 但是稍微想要 讓自己再瘦一點點再來拼 就是清斷食當然是 大家講的清斷食不是完全不吃 它只是澱粉類先戒掉 可能吃一些青菜蛋白質 我覺得還是不要完全不吃 因為其實很多台灣人的胃都不太好 完全在晚上不吃 有時候胃酸分泌 其實更是造成胃的傷害 會耶 其實會耶 那我懂了 為什麼晚上胃會有點痛 對啊 所以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這個方式啦 所以我覺得比較不建議 那妳說完全不喝水 我也覺得還不需要 因為其實現在女生很容易尿到發炎 所以我覺得晚上 只能說喝水量減少 但是不要完全不喝水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迷失 覺得晚上喝水會水腫 其實還好 因為只要妳的腎臟沒有問題 妳晚上喝水 只是半夜會起來上廁所 那大部分會水腫的原因是 因為晚上吃太鹹了 不是因為妳喝水喝太多 所以我這邊提供給大家一個 就是說如果呢 妳要幫妳的身體代謝變好 脂肪消掉 提供一個中藥的減脂飲 裡面的成分呢 有茯苓我們用三錢 然後橙皮 山楂 這是否手乾 我們用兩錢 然後另外這個洛神花 跟單身我們用一錢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前面提到說 中醫認為代謝症候群原因 是因為彈濕血淤堆積 所以這邊大家熟知的 像芙苓 陳皮就是 一個去濕化痰的中藥材 山楂大家都很熟悉 有時候我們吃一些大魚大肉 它有一些 可以幫助去油解膩 而且山楂還有一個很好的功效 就是它有 所以剛剛也可以讓血液循環變好 我們會加一個佛手乾 為什麼用佛手乾 因為剛剛講現在人都是坐太久了 所以氣都不通 佛手乾這個中藥材 它有疏乾禮氣的作用 所以幫助你的氣通暢 氣通暢 血要通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加兩味藥 叫洛神花跟單身 一般來說我們把這個中藥材洗乾氣 放到過濾袋裡面 如果再加的話 可以建議我們放在鍋子裡 加入大概1000到1500C的飲用水 然後去煎煮15到20分鐘就可以 上班族如果你很忙 你準備一個大的保溫壺 所以大概可以裝800到1000C的熱胎水 沖泡之後就可以 你在上班的時候當水來喝 水當水喝 提供給各位 可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裡面有單身這個藥材 它有活血花蜜的作用 所以 然後還有女性 如果在月經期間 你的精血量比較多的話 也比較不適合 可能會 對 血量會有更多 對 沒錯 好 來 再來呢 剛剛上班下班 還有一種結論叫放假 放假 好 放假 好 放假 好一點 像沙發 有可能 對 你就不要看到肚子 那很像燒烤 或者是那種喝酒 玩通宵 一定通常我們吃完那個熱炒 或燒烤一定都有續團 續團基本上就是唱歌 唱歌也做著 對啊 唱歌也都是做著 而且通常 而且都是拼盤 對 然後夜生活 唱歌通常包廂 一定都會說 11點差不多還開始進去 才開始那個 你的是唱歌嘛 我的是以前 我就會去握在那種漫畫網 我喜歡看漫畫網 對 因為它有小小包廂 不會被打擾 對 很舒服的 因為你要坐回家又是一個錢 那導播我就在那邊等 最高紀錄堂就42個小時 三天 好難喔 三天 妳是在裡面生小孩嗎 沒有 因為我們那時候出外景 然後去那種水上樂園 就是直接在那邊洗完澡 再回到台北的時候 那邊還可以洗澡 水上樂園 有 游泳就會洗澡 然後你可能沖完之後 就到那個漫畫的地方 就會繼續坐 然後看看 因為隔天早上又是3點多 4點多的通告 因為以前沒有 就所幸不睡 對 以前沒有高鐵 就要搭遊覽車 所以我們就3 4點 回來已經11點多 我當然就是去拗在那地方 繼續看 看完我自己在遊覽車上 睡就好啦 好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行為的話 傷健康 傷的事 好 我們來看 傷的事 肝發炎 脂肪肝 我其實滿年輕的時候 因為我愛吃肉 而且你們家肉超多對不對 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以前所有的肉 我都只有吃 那種比較好的牛小排 那個很油耶 對 然後後來真的有發現 牛小排太油了 當然我不會只吃牛小排 我還要吃雞肉 我還要吃豬肉 豬我都只吃松阪 也是油啊 油… 所以我就一直就 有錢人 不是啦 因為我去身體檢查很多紅字 然後脂肪肝這件事 我就一直 雖然我就死不成了 我就跟醫生講說 我為什麼 我吃那麼多蔬菜做過 我吃那麼多早餐 我這麼的養生 我為什麼會有脂肪肝 然後他說第一 壓力也是一個問題 他就是最主要你們吃的東西 都油脂太高 我後來才發現 連吃蛋糕都是油脂 對啊 對 因為我很愛吃 蛋糕厲害的餅乾 就愛吃甜食了 真的 我超愛 對不對 但是妳有問題嗎 我有 我之前去做健康檢查 他就說我的肝其實有發炎 就除了就晚睡之外 因為我甜食吃得很多 他就是會造成我的肝造成 而且妳喝酒喝的 對 所以他真的肝發炎不是不分年紀的 是行為模式導致的 是甜點喔 對 但是要請教一下陳醫師 就是上班族到了假日喔 這些行為 覺得很放鬆啊 是 但沒想到反而造成肝發炎 脂肪肝 為什麼呢